哈囉我是令韓 因為下禮拜三就是重陽節 所以這禮拜也是要來做一個節日相關的東西 重陽節原本是要靜老 但是一直想不到一個什麼好發揮的題材 所以最後就決定要做這個甩手的小玩具 但如果只是這樣甩手應該很無聊 那就想到之前有一個蠻有名的叫平甩勾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他甩五下要蹲一下 1 2 3 4 5 那就想說這個設計上應該蠻有挑戰的 可能會很有趣 但最後結果沒有成功做出來 只有第一代就是只會甩手的這個版本 所以接下來就只能看到第一代的製作過程 然後最後最後再讓大家看一下 第二代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次的零件總數大概跟之前的玉兔導要差不多 也有蠻多零件幾乎是沿用過來的 尤其是轉動把手的部分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先將比較容易組裝的轉動把手 還有雙手雙腳的部分固定完成 這邊全部都沒有用螺絲來固定 全部都是雷切零件製作的 再來就是固定主要轉軸的部分了 因為這次的機構會干涉 不能從頭灌到尾 所以中間有插上一塊中板 因為中板基本上不會外露 所以裡面的面積就拿來利用 來切其他地方要用的小零件 主軸組裝好之後 再來就是鎖螺絲了 這次只有用到兩顆螺絲 這次用的機構是標準的四連桿機構 如果對四連桿機構有興趣的話 我會在下面放一個可以模擬測試 簡單四連桿機構的網站 我也是先在那邊模擬個大概之後 才去畫3D圖的 組裝完成後第一次測試 才發現腳底板必須和平台做固定 所以就再拆開連上3秒膠 這樣就完成這個一代的基本款了 好 謝謝你看完這個影片 這個製作過程其實是第一代的 那第二代在這邊 那從這裡看就知道它其實比一代複雜很多 那是因為要做到甩五下頓一下這件事情 實在是有點麻煩 所以就必須要靠齒輪來做 但因為零件增加了很多 所以它就會有很多地方有碰到摩擦力的問題 或是干涉的問題 而且要讓上面那個小人可以蹲 而不是腳彎曲 其實會有點麻煩 好啊我不確定我到底會不會再回來把這些東西做完 因為 它真的有點太麻煩了 那這禮拜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禮拜三見 掰掰 這樣的下禮拜